前年苏永康委托地产代理放租物业 结果地产代理未经他同意 与地产刊物登出他名下物业图片 在要求道歉无果后 苏永康向香港地产监管局投诉 并于20日进行零信 零信结束后 苏永康会见全媒 透露精子纠纷案 控告对方两条罪名 第一条是我们没有签到相关的文件 而他走了进去我屋里面 全部派出我的东西 就是简单来说 我不见了这些人 那他对方已经认罪了 第二条是 第二条是 没有击我的授权就拍照 这样 那这个就刚刚在上面 在争议这个问题 那 其实 21日内有结果 就是对方那位 就是 那位职员 那位职员 就需要接受某一些的 苏永康认为 该公司小职员 尚算无辜 高层才是最大的始作勇者 而他未求公益的代价 他也着实不想想花费庞大的律师费用 究竟达到几位数呢 我要唱半年歌 可以告诉你 半年不用买衣 或者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都要得到这个 公义和这个原则 都要达到这个东西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都挺硬颈的 这部分 我不要求 若然 那位 两年前曾经说过 真是有错会认的 尊贵高层 他自己觉得 他有这个社会责任 需要承担的 那 他道歉我会接受的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